清代官场中的配饰种类繁杂 最常见的就是巢珠腰带和荷包 皇帝所佩戴的佛珠正式的名称就叫巢珠 从康熙皇帝之后历代的帝后均佩戴佛珠 其实在后经兴起的时候佛教就已经传播到关外 佛珠作为法器之一 因为便于携带深受当时的满族人的喜爱 罗尔哈赤皇太极经常把佛珠赏赐给属下 渐渐的佛珠也就成为进贡的礼品之一 满族入关之后注重礼制 即便是简单的佛珠也成为辨识阶级身份的一部分 由于朝珠有它礼制上的含义 所以皇帝有很多颜色的朝珠配合不同的场合 穿吉服的时候 四季祭祀的时候 举行大典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朝珠来佩戴 并不是只有皇帝能佩戴的 其实后妃亲王五品以上的文官 四品以上的五官都可以佩戴朝珠 每年亲王的内务府都会制造数百串以供皇帝赏赐 各地方的官员也会进贡朝珠给皇帝 不同等级的官员所佩戴的朝珠 最主要的区别是体现在材料上 一些比较珍贵的原料 像是青金石 珊瑚 东珠 玛瑙 翡翠 只有皇室的成员才能使用 普通的官员就只能使用杂色的珠宝 或者是香木之类的作为朝珠 潮带类似于今天的皮带 这种腰带是配合朝服而存在的装饰 最开始的时候 只是在腰间系上一条用皮革做成的带子 以便固定衣服 从战国时期开始 这种普通的腰带就加上了玉石 后来成为配合朝服一起使用的配饰 脱离了树药的实际作用 不同品阶的官员需要使用不同材料制作的朝代 比如说在明代 只有一品的官员才能佩戴玉带 二品的官员只能用犀牛角作为腰带的装饰 清代的朝代主要有四块金属板 以不同颜色的丝带串联 反映着身份 天子用明黄色 宗室用金黄 驸马用蓝色 金属板上会嵌有不同的宝石 皇帝就会用红宝石 蓝宝石或者是绿松石 荷包是游牧民族很喜欢的一种配饰 满族的先民是女真 他们是游牧民族 为了狩猎出真的时候 能随身携带一些食物来冲击 或者是能够带一点小的工具 他们往往都会用鹿皮缝制一个小的口袋 把东西装进去 入关之后 他们仍然不忘这个传统 只是使用的材料变成了绿罗绸缎 这些上好的丝制品 在形式上也开始仿制中原地区的荷包 满族的男性将荷包配挂在腰侧 女性为了凸显不同荷包的款式 就将它挂在领镜的钮扣上 当然他们放的东西也会有些区别 比如说女孩子就喜欢放些什么 灵嘴 香草 小镜子等等 当时皇室对荷包的需求量很大 每年皇室的衣库最起码造几百个荷包 臣给皇上 到了年底的时候 皇上就会赏赐荷包给不同的诸王大臣 以表示皇帝的恩责 不但是皇室衣库 后宫不少的嫔妃宫女也都会缝制荷包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下次见 父子